当天傍晚在绍兴科桥一个施工工地围墙外 一辆黑色轿车正在倒车 后方一名老人撑着伞走在人行道上 走到路口的时候被这辆黑色轿车撞倒 后车轮压过老人身体 但轿车没有停下静止开走了 被撞老人躺在湿漉漉的地上 痛得起不来身 我们通过视频监控卡口 锁定了这辆车子并和驾驶员 发现该驾驶人是无证驾驶 因为通过了科目一和科目二考试 他觉得自己掌握了驾驶技能 向同事接了这辆车 肇事者陆某今年19岁 目前还没有通过科目三和科目四考试 属于无证驾驶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就好了